這個日本人呢 他每次一大早都會來這個地方 買這些漁獲 那這個就是今天捕到的漁獲 這是今天你的漁獲嗎 幾點出發 6點 6點 早上6點 這麼多的漁獲看得我的心情 就不由自主的開心起來 應該是我天生 就是個貪吃鬼 只要看到新鮮的食材 就忍不住流口水了 不過話說回來 這個梗仿漁港 它就在龜山島的正對面 主要是捕撈龜山島附近海域 帶來的豐富回遊魚類 以定制漁王 捕撈竹甲魚 白帶魚 以及青魚等季節性的漁獲為大中 雖然漁獲量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但是漁民一早就整裝出海的辛勞 這都是當日漁獲 新鮮又美味的保證 你看看那每條魚 閃亮亮的 我的媽啊 看起來也太美味了吧 有剛好賣魚 你好賣魚嗎 有福裡 會不會有魚嗎 會不會有台灣魚 和日本魚 是嗎 比較像 對 對 對 今天看起來 今天 是 那這個呢 馬味和胡麻味等 有很多種類似的 這個脂肪的結構有嗎 這個結構有嗎 有脂肪的 這個日本的豬甲魚啦 我常常在日本吃的時候 豬甲魚的那個 油脂是很多的 油脂是很多的 那在台灣因為比較熱 我想說甚至油脂比較少 好像其實差不多 那當然豬甲魚的品種不一樣 它裡面也不同 對 這個魚是嗎 對 所以日本人不能吃 我說這個 這兩個是什麼 對 怎麼形容的 豬甲魚嘛 艾瑜我的日文可能有時候不是特別好 就說有一位翻譯 你是老闆娘 對 所以你跟她是合夥關係 對 為什麼當初會找她 因為她老婆是我同學 她老婆是我鄰居 所以就因為這樣 所以你就因為這樣就 就因為機會 因為機會 今天還有 今天要來的豬甲魚 這是黃西韋魚嗎 對 這豬甲魚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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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豬甲魚 是豬甲魚的品質 是豬甲魚的品質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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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錢 也有很多錢 所以日本人為何 台灣的魚是怎樣的 這豬甲魚是新鮮的 是 這是豬甲魚的品質 賣的時候 那豬甲魚的品質 餐廳的品質 有什麼 這就是今天 有什麼 我說不好意思 我說你平常 都穿這樣子嗎 因為太顯眼 沒有 只有今天為了我們就拍攝 好不好 那個 小魚哥把我的衣服拿過來 好 你要穿 沒有 我是在開玩笑的啦 因為從金澤師傅 重視服裝的態度就知道 他對料理的食材 可是不馬虎的 除了新鮮 還要品質夠好才行 今天這條黃旗鮪魚 我看應該價值不菲吧 現在一斤是多少 兩三百塊 一公斤 現在一斤兩三百塊 沒有 魚鋼有差 魚鋼很熟 一般我們在台北市裡 買都很貴 看大塊 這個大塊 這個越大要越貴嘛 越貴嘛 越貴嘛,對不對 他來都自己買貴吃嗎 你吃便當了嗎 我吃便當了 你吃便當了 錄到一半 變成都突進來了 這才幾斤 這才幾斤 什麼人幫的 船長 船長,你快來啦 四十五 四十五公斤 四十五公斤 現在一斤怎麼... 那也還好耶 沒有想像中貴 這邊一公斤多少 這個 對 稍微放進去 現在放進去 另外三、八、五 現金這個比較好嗎 是 現金結果一斤摸著味道 是嗎 因為他是我堂哥 所以是你堂哥 你是他的堂哥 對,所以我特別請他幫我選 因為現在... 講了啦 不然搞得面是親戚 我以為什麼... 因為不然今天那個什麼 遊客跟魚飯會很多 很多 是的,真相大了一個百 原來是因為親戚關係嘛 價錢才會比較便宜 不過算起來 來漁港 不但價格實在 更重要的是絕對新鮮 所以來一趟漁港 肯定是值得的啦 這個買到 又要買到什麼呢 芝士 芝士 很漂亮的 漂亮的 對,眼睛很漂亮 很新鮮 而且還活著 對 還活著 對 OK 這個 這個 這個一匹 他在挑的時候 你也會跟他說 會 要挑那個 是你自己要吃還是客人 有時候是會有 因為每一天 有時候價格會... 你怎麼知道價格 你堂哥跟妳說的嗎 大約 大約哦 那這個 OK 可以 你以為一個廚師一個早上 就來這邊買魚就算了嗎 其實他的行程還是有的 接下來下一個行程是什麼呢 我們看下去 跟著金澤師傅挑著新鮮的漁獲 就知道一個堅持品質的廚師 是多麼的讓人尊敬 謝謝 請 這次要切嗎 對 好 先從這個大顆的來 好 請 是 這個紐嗎 是 紐 還在內臓 你不能吃嗎 我不會吃 我不會吃 台灣人也會吃 對 他那個乾 我說他這個不用嘛 他說他沒有吃啦 但台灣的客人會吃 但他還是把它丟掉了 有點沮喪 請 但一剛在日本 你看他就是拉起來這樣子 這樣切拉起來 然後甚至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把骨頭去掉 然後一片就這樣 可是他這邊已經 他老闆已經先幫他切好了 所以他們的流程就是 他會去魚港那邊 選魚 選完魚呢 這個魚送到這邊來 後面的老闆 把它砍一砍之後 再拿到這邊給他游 請 最近這個 療癒這兩個字應該很流行 很多人看到什麼都是療癒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療癒 這個量 大概何日間 ぐらい売れる 大概2週間 大概2週間 大約2週間 大約2週間 他說 他說 我說這麼大 大概是多久的時間會賣完 他說大概兩個禮拜 我說那兩個禮拜的話 你怎麼儲滾 他說一般會有冷凍 那冷凍之前 其實很多人在做 在 你如果買回來的魚也好 不見得都是生魚片 你買回來的魚 你沒有馬上吃的時候 你要冷凍的時候 我就建議可以用什麼 把它擦乾之後 用厨紙包起來 外面再用保鮮紋包起來 你就可以拿去冷凍 你不能直接拿出來 就去冷凍 這樣的話你在解凍的時候 就比較會有鮮味 這個最好吃的 好吃的 他現在用湯匙 把那個骨頭 骨邊肉挖起來 這個白的地方 普通吃不吃嗎 吃不吃 日本的地方 30分鐘 30分鐘 然後水 然後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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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吃 吃不吃 臭嗎 大丈夫 30分鐘 他說在日本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紅色的地方 他說在日本的話 他們把它取下來 然後跟薑下去 大概煮個30分鐘之後 拿起來就跟醬油一起吃這樣 他現在這個地方 是有肚子的地方 跟這個 就是 這邊有沒有 就這一塊 還肚子啦 這邊 這一塊 我知道你很替我 在上面一點 我知道你有替我著想 但是你知道 為了精闢的解釋給大家聽 魚醬就這邊切開 然後再來吃個這一塊 肚子還真的滿大的 好 好吧 就這樣 まず這個 黑的 黑的地方 那也是 剛才那個 現在 30分鐘左右 現在不能吃 但是 這是雞肉 不能吃 不能吃 生臭 對 這一塊 就… 這一塊就是魚中間的那個 我剛剛提到的那塊 有沒有 明顯看到像 這邊的肉明顯有沒有 還有 這邊更明顯 顏色不同 這個呢 就是會腥味帶的比較重 所以一般他就會拿去煮 跟薑煮的聲音 然後把裡面的血水煮掉之後 再來調味吃 一般我們在店裡面 很多這個都丟掉了 我想想蠻可惜 好 好 我已經是二十幾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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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是六十歲了 所以 我已經是三十幾歲了 已經是三十幾歲了 已經是三十幾歲了 他從開始成為料理長 大概二十幾年 三十年了 大概二十幾年 三十年了 可能是北的魚肉 哪一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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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這是鶴肉 鶴肉 對 很美味 這個就是 我們常常在講那個 鮪魚肚 就這一塊 那因為是近海 它不像魚 而且它的體型沒有很大 所以說它的油脂 跟我們在外面吃的那些 所謂的鮪魚肚比起來的話 這個還是沒有那麼的油 但這個已經非常好吃 其實對我來說 很油的那種鮪魚肚 你反而吃了會怕 你希望吃就是那種 有吃到這個肉香味 然後肉甜味 又可以吃到那個油香味 是最舒服的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赤身 阿咪 阿咪就是紅色的意思 它是比較紅肉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明顯 這兩個還是不一樣 有沒有 顏色還是不同 一個淺一個淡 一個淡 一個淺一個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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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鮪魚 從上岸後 經過金澤師傅 慢工細火的處理 每個部位 都有它獨特的美味 但為了保持新鮮 事先的保鮮工作 可是不能馬虎 這個鮪 鮪跟鮪魚 鮪魚 鮪魚 沒有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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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是 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說我們今天要吃什麼 他說這個整個給我們用 太可惜了 我就這一段我們吃就好了 好不好 我已經慢慢要爭取了 就這一段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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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我差不多是這樣 他給我們這樣 OK 真是太感謝金澤師傅了 好 備完了 不好意思 那就要大快朵頤囉 島上開始一直到 從魚市場一直到一般的菜園 然後到現在上桌 所以這些就是我們今天所採買到的動機 首先我們那個鮪魚 鮪魚 鮪魚是這個和這個 這個 對 味道是這個 對 這是什麼 日本語 這是紅魚 紅魚 對 就是紅木蓮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這樣 那很明顯上面有什麼 有台式的跟日式的 所以台式是你做的 日式是他做的 好 我們現在要先吃什麼 應該先吃這個吧 これ 海苔伸延 先吃這個 先吃這個 對 好 台灣人們 會有很多的 哇沙比 很厲害 很厲害 哇沙比乾杯 對 我說在台灣 我們很常在吃哇沙比的時候 你看到那種 台灣人就是這樣 有 一碟醬油 像這樣一碟醬油 有沒有 然後幾乎 我看到幾乎是這樣子的 哇沙比放進去 稍微是這樣子 然後每次日本人看到 都會覺得傻眼這樣 對啊 有的日本人甚至看到 覺得生氣這樣 你怎麼吃得到魚的味道 但是我們的那個 他很可愛 他說他只是覺得嚇一跳 厲害 這樣 開動 嗯 嗯 好吃 好吃 真鮮實在 好吃 謝謝 他明顯可以吃到 鮪魚的油脂的同時 也可以吃到那個 美乃滋的 那種一點點甜味 出來 為什麼要說 日本人 在日本的 好吃的 黑人 是 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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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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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很棒 那種的味道不太好 對 但是 很美味 他說在日本 他甚至會有把這個 鮪魚 他把它倒出來之後 會放一些豬油進去 對不對 他說 但是那個感覺像是 對身體沒有那麼好吃 聽起來就覺得很好吃 來 這個明顯可以看到 是我們吃的鮪魚肚 但它沒有那麼白 所以當然它的油脂有 但是不是像一般人 吃會膩頭的油脂 這是舒服 好 那 鯪魚的方法 可以放進去 那 這是 白身的鮪魚 可以放進去 白身的鮪魚 白身的鮪魚 可以放進去 熟成 他說 因為現在是新鮮的 我們今天從魚港 剛補上來 所以說 我們的鮪魚度 會稍微硬一點 我說 那為什麼會比較硬呢 他說他會要放一下 讓它熟成 那一般來說 大概是三天到一個禮拜 那我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用鮪魚 因為我們常常看 像那個在放的時候 放冷藏的時候 他有用鮪魚包起來 白鮪魚 他說沒有 一般白生魚會用鮪魚 但一般的紅肉魚 就是放在裡面 大概放一個禮拜 四度以下 四度以下 你放三天 它就會變軟 所以現在吃起來 還是有一點硬 它真的不像是我們 硬醬中那個 油到 放進去 整個爆油的那種鮪魚度 因為它個頭比較小 但是它吃起來 很多人喜歡吃很油的 其實你還是希望 所以它可以吃到 魚肉的甜是很重要的 好吃 對 謝謝 很棒 鮪魚 對 鮪魚 剛才是鮪魚 鮪魚 放進去 放進去 沙巴 鮪魚 一起吃 它就是鮪魚 或是像鮪魚 我們會比較常用薑 但是芋子也不用了 真的 你也可以吃吃 這邊有油多一點 多一點 鯨魚跟鯨魚肚皮才 鯨魚油脂才比較多一點 這個魚是紅木蓮的這個 這邊是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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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紅木蓮背的部分 這個是肚子的部分 比較薄 鯨魚桿拿回來就是新鮮的 吃得到當然了 我自己做得到 這個最甜的 好吃 今天這裡也有油 對 你絕對不相信 這三個魚比起來 哪怕是鮪魚肚 紅木蓮的魚肉的油脂最多 最甜 我們來吃這個 這個也要吃醬油 這一點 這裡也要放一點 生姜 再加一點醬油 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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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還放了一點日本的味噌進去 檸檬也要放一點 要放一點 稍微 好 謝謝 它的薑其實是帶點辣味 跟味噌這樣 它吃得到 好吃 真的吃得到 好吃 檸檬也放了 吃得到 味噌的味道 真的 因為剛剛我們在吃的時候 醬油味道很重 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就覺得魚很新鮮 醬油味道 但有趣在哪邊 你把檸檬擠進去的時候 瞬間它裡面放的 日本的味噌 變成就跑出來了 真的是美味 食材新鮮就是不同 每樣食材 從專業料理人的處理之下 不但完整呈現出 食物遠遠的鮮甜 而所搭配的在地食材 更是讓料理展現出 食物與文化的融合 這個就是三重糕了 我們今天去菜圓裡面摘了 對不對 好吃 脆爽 它的醬汁偏一點 微微的甜 柴魚的味道很重 你上面撒了柴魚 五馬模 這個要快點炒 五馬模 這個要快點炒 這個要快點炒 對 這個要快點炒 炒了 芝麻買飯稍微炒一下 這個也很香 這個比較濃的味道 它那個菜園的三重糕 是味道很重的 很重要的 哪個方法可以吃到的 我喜歡這道菜 這道菜 這道菜 我喜歡這道菜 我喜歡 植子 我喜歡 我們一起吃飯 是一道菜 他說他很喜歡吃這個 蔬蔥 跟飯一起吃很好吃 這個有味道嗎 沒味道 沒味道 台灣人來這道菜最喜歡 對 真的嗎 他說他 蔬蔥其實在日本是沒有的 他炒完之後 他的那個甜味就跑出來了 你不會 有些小孩子不喜歡吃蔥 是因為他有那個蔥辣味 辛辣 但沒有 很舒服 所以我們有一個小小的 禮物要送給你 好 來 丟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好像你跟你太太 每個禮拜都會去台北 奥上就賣秀以外 帶來看 提供人員 這麼多的 這要是 我們可以給一個車子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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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 開動 車子 開動 車子 開動 我又來台灣 謝謝 當我們知道金澤師傅 為了太太的身體 每個月周思勞頓 從宜蘭開車到林口看醫生 實在是令人動容 為了了表心意 我們決定送了他們一個小禮物 回饋金澤師傅為我們準備 這麼多豐盛又美味的佳肴